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王毅船他不是护航党闹了笑话吗 那先看一下在他之前 于北城这两天才在讲说 聂伯河长12万公里 但我们的赤道也才长4万公里 换句话说聂伯河绕了我们的地球 三四圈 这看起来又增长我们的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那他还讲说乌克兰的国土长10万公里 也让大家觉得说哇塞 这个真的是不念书闹笑话 丢了将军们的脸 让很多将军们都看不下去 纷纷吐槽 那王毅船赶紧跟上 因为风筒不能被这个于北城抢走 他怎么说呢 他去了吴征的节目上头 他讲说我们的茂林区 单日降雨量是1400毫米 结果他就来了一个神算 膝盖神算 他算出来说 1400毫米你知道是多少吗 是14公尺 这1400毫米就是整个茂林全部都14公尺 平均14公尺就代表有的人是10公尺 16公尺 讲得跟真的一样 那数学这样子真的是有点堪忧 我们知道这个用摆净位的话 其实是1.4公尺 怎么会变成14公尺呢 这个是数学从国小就学过的一个 这个单位的换算跟这个净位法 怎么会变成了14公尺 那如果真的14公尺还得了 那等于是烟超过了四成楼高 那茂林区可能一个活人都不剩了 照你这样子讲的话 整个已经全面的茂林区 已经从地表消失了 那在PTT上面大家都忍不住吐槽 就说你王毅川 你是这个土木科系出身的 你对于长度计算单位 竟然没有概念到这种程度 单日下到14公尺的雨量 都应该要开诺亚方舟出来了 那四成楼的这种高度 那真的是一个活口不剩了 那所以人家讲说这是一种海啸吗 还是说茂林医整个都被冲走 地图上少了一块 还是说这个膝盖的换算出了一点问题 用膝盖思考算错了 真的是天兵天将 那另一位就是在这个台风期间 一直说团队都有到现场 但他本人没到的黄杰呢 他就在早上发文说 什么民众为他鼓掌鼓道淤青啊 就是现在都要靠这个取暖的方式来讲说 他没有错 他只是去出国了一下而已 晚上再度发文 他说呢 乡亲们又鼓励他了 不是英雄不会被讨论 所以大家高度肯定他的重要性 他说他终于理解到 在乡亲们的眼中 他这样子被讨论 就是一种英雄的象征 他说不需要北部的民带来 幸灾乐祸 说三道四 那但是呢 高雄人民泡在水里 觉得说你在外国又爽又嗨 那你出游的照片也不能发 还是不是很痛苦 大家就开始纷纷酸他 就说你要吹就留给别人吹就好 自己po文说自己是英雄 而且依照你的逻辑 讨论评论 只要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声浪话 你们不是最爱评论这些 蓝白的这些人物吗 比方说高雄安 柯文哲 黄国昌 这是白银的 还有你最爱评论的韩国瑜 那这些在你们口中卖台的 这些蓝白政治人物 都是英雄了 因为通通都被你们评论来评论去 就是你总是要同一个标准吧 你被评论就英雄 别人被评论就是卖台嘛 所以应该就以你标准来说 他通通都比你更加的是英雄人物 而且很妙哦 许云暖取到这种程度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脸书贴文上面 好多越南人突然来替他加油打气 都是他名称都是那种越南的名字 然后讲的话都差不多 默默做事市民都看得到辛苦了 都是这样子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然后来自不明的越南名称的账号 那想说原来黄杰在越南这么有人气吗 那他后来就讲说不可能我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你们这样子哦 我猜哦大概会有蓝银跟桶梅开始要操作了 在对我发动攻击哦 目的就是要把支持我的高雄人通通打成假账号啦 那可是高雄通通都现在流行起取越南名字是不是 我们都不知道高雄现在有这个流行 还是说呢就是真的被人家发现的时候 再赶快先这个做贼的喊捉贼 这么多的越南人来替你加油 然后你就先讲说敢批评我的 通通都是统媒都是什么蓝银 这就是民进党这个先下手为强的一招 那再来看看黄杰就讲说 那好嘛我不在我就是出国了 那柯智恩呢柯智恩你不是要选高雄吗 那你在哪里呢 那结果人家柯智恩在干嘛 人家是在跟这个外宾 在进行一些外交的行程 他就是前往了旅欧的华侨团体来做联谊 拜访了西班牙的参众议员 人家在做正经事 人家敢把这个照片PO出来 你敢吗 你也PO啊 我们没有人阻止你说你不可以PO啊 你赶快PO出来 让我们看看你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外交 那你自己不敢PO出出国照 还是说你都在玩乐 所以有点理亏 那还有现在高雄真的是要一直被民进党勤勒吗 你看像是高雄的德山街的大楼地下室 一到三楼都被淹了 八百辆的汽机车厢全部泡水 那结果高雄的暖暖在哪里呢 陈其迈宣布说 你们泡水没有关系 我们会补助哦 让你们来拖掉 补助五千块钱 路边的话就是补助一千元 人家就说哎呦真的是感谢习服 这个暖男与党 就是我们其他这些损失都不算了 那都是我们人民应该自己承担的 你愿意给我们五千块 这是大恩大德 大家都应该要谢谢党哦 那含泪泡水 然后这些报废 全部人民自己就应该要吞下去 暖心补助应该要大声跟党说谢谢吗 而且你看哦这个还有这样子帮忙洗地的 这有时报讲说 凯米水淹高雄面积大概是莫拉克的百分之九 这都是党的功劳是不是 他说如果没有前瞻运算的话 应该会淹得更严重哦 所以现在大家觉得说 看懂了 这整个灾情人民该检讨自己 人民该惜福 所以在PTT上面大家在讲说 好啦你真的会感谢政府吗 最近看到几则新闻哦 对于政府的治水有功 歌功颂德 然后就想问了 就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歌功颂德 请问大家 换成你家的车被泡水了 灭顶了 你家的客厅被淹了 然后余游到你家里了 你真的会感谢政府吗 还是说我真的要等到土石流 冲到我家的那一天 我才来真的会觉得好感谢政府 人家说这叫做喪事喜办 感谢党 反正总之现在南台湾的人民 不许批评要感恩 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 郑老师怎么看 但绿营里面 我觉得于北辰要怎么样评论 他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比如说说过 命中率的飞弹百分之几 三发就两百七十一 刚刚讲的 链河河几万公里 他这个当然无知 可是我是觉得他 这个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 他从小就读了 这一部分仗不能算民进党 都是万恶的国民党把他害 万恶国民党 以所有的表现好的都是后面 他接近民进党出来了 所以那部分不能算在 不能讲他 都要怪国民党 说真的讲到这个人 我连评论大家都觉得蛮难受的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 不过他又比他更精彩了 今天民进党 包括黄杰这一类的 为什么这一次他们很难搞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好 推给南军 推给阿公 这一次看看在高雄救灾 八个立委 他们不是八仙过海 人家媒体一一点名 这个到了没有 那个到了没有 直接一看黄杰不见了 请问黄杰你要怪谁 你们同样在南部 你们民进党的立委 各个到了现场 各个表现积极 你还要往前凹 是被火逮到现场 更重要的是你没有出国就出国 你就认得诚实一点 你要造假 说他们团队 团队到底有没有包括你 你用文字在含混 到了别的里 别的地方的图 PO在你的上面 这个是作假 这个是欺骗 你不但不老实 你还欺骗 更重要你还双标 你想想看 为什么大家今天对你意见那么大 你以前怎么讲别人的 我刚刚讲不要讲说 比他们南部的一些 同样民进党立委 刚刚这一次赖清德到南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昨日到花东说 我们欠花东的相亲 很多次很多次 为什么 拗不下去了 你们民进党已经算长期执政 给你们这么多的 有关治水的预算 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你们 这次赖清德讲的 都是中央的错 以前韩国瑜地方 不是你们执政 你们怎么打他的 这次他没办法赖 所以这次连 奈清德至少说 他用掰的 他说因为什么降雨量太高 什么超过原来的预期 给你们那么多的预算 给你那么多治水 你怎么会在防 这个事做计划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未来有多大 你淹的就是淹了 但他至少只是掰一下 我们王杰不是这样的 你不但不到场 而且你还欺骗 更重要他最后 老人手法又出来了 开始说是敌人攻击他边 包括我们现在都是 你看我们这些 什么又在讲他了 你不做 人家会有兴趣讲你吗 他那个相亲讲了什么 我都怀疑那些相亲 都被他侮辱了 像那个讲成说 不要北部的 怎么来评论南部的 那你们以后 所有的南部的 都不要评论北部的 说到做到 所以我说这些人 都是丢人现眼 结论 平常怎么样演 逃不过老天的演 你这次风宅一来 马上现行 丑陋不堪 你再演 你已经演不下去了 所以我说民进党出了事 于北城 黄杰 王毅三庄获胜 恭喜 好 我们来问一下淑慧 我想我之前说过 像王毅川 于北城 其实这些都是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为什么敢讲这种 信口开合 然后像白痴一样的话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是白痴 而是因为他们把 受众当白痴 他觉得说 反正我讲这些 看的人他也听不懂 所以我真的要呼吁 看友台那些观众 你们要想清楚 为什么这些 在台上 在电视里面 乱讲这些人 他们敢乱讲 他们在欺负你们 他们觉得说 反正你也听不懂 我只要在这一台讲 你们都会相信 这个叫做渔民 他把你们当白痴 如果他但凡尊重观众 尊重他们的支持者 他们就会好好的准备 因为他知道你们是聪明的 所以不能乱讲 可是他知道 反正我的党政拿出来 我的颜色是对的 我今天在台上 我随便乱讲 你们都会动算动算 支持支持 就像黄杰一样 真的会有人帮他拍手 拍到手瘀青吗 因为他是认颜色的 不认对错 不认是非黑白 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 不是这一些人 在电视上 在民众前面乱讲话 而是最可怕的是 他们为什么敢乱讲话 因为他们在渔民 而且是真的台下人是相信的 这是很可怕的 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地方 是看不到TVBS的 只看得到某一些特定的电视台 所以他们接收到的讯息 永远是平行时空 譬如说高雄现在淹水那么严重 或许他们接收到的讯息就是 真的是因为雨量太大了 大到我们无法承受 其他地方如果这样也一样惨 我们的卖卖已经很辛苦了 他们可能接收到的讯息 都是这样子 至于说黄姐也一样 他所有的发文 所有的诉求 都只是在寻求同温层 所以他一直讲 即便他讲得再荒谬 我们这些明白的人听得懂 可他不在乎 因为那一些支持他的人 眼睛只看到绿色的党政 他就相信了 他里面讲一段话 我觉得最瞎了 大家有看到他第一时间 PO出来的照片 他说这些是他团队很辛苦的照片 后来被揭穿说 那个又不是你的照片 那个是里长PO出来的照片 你去给人家倒图 他说因为我的团队在忙着搬这个发电机 没有控照照片 所以里长回传给我的照片 我用里长回传的照片有什么不可以 奇怪了大家去想想看 如果他的助理正在忙着搬东西 所以是里长帮忙照 为什么里长也没有照到你的团队 他PO出来照片 里长照的是区公所的人 正在忙着的照片 那个背心是高雄市区公所的照片 那个背心是区公所的人 为什么连里长视角 都没有拍到你团队的人 里面没有一张照片 是拍到黄杰团队的照片 没有一张照片 所以你说你的团队在忙 你没有在忙也没关系 你说你的团队在忙 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不要硬拗 我就讲一句话 黄杰你再不在台湾没有关系 你在也没有用 但是不要再硬拗了 不要撒谎了 要更多的谎来源 来 我问一下永明姐 我想请观众朋友问问看你周边的人 有人拍手能拍到这个乌杰吗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荒谬的程度就跟王毅川 搞错 以为说所谓的1400毫米的雨量 等于14公尺 其实是140公分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他们这些人 以向小丑丑角自污的方式 目的是什么呢 讲一些离谱至极 不跟常识完全违反的话 目必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歪楼 就是要让大家不要去讨论实质问题 实质问题是什么 就是今天我们图片的后半段 实质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从莫拉克风灾之后 包含马英九时代 到蔡英文时代的前瞻预算 永远高雄跟台南 都是拿治水预算最多的县市 而且现在拿的钱 都已经超过千亿台币的钱 为什么你的治水一事无成 那一千亿以上的钱就是丢在水里头 跟那个车子一样就淹在水里头 为什么 他就是不要你去追究 然后在那边说 如果没有前瞻预算会淹更多 你淹更多你很骄傲吗 事实上15年前的莫拉克风灾 那是2009年的事情 大家没有学到教训吗 像台北一个纳利风灾 得到教训了以后 马上做各种的防水设施 原山子的分红一开了以后 那壶细致不在淹水 就立竿见影 那他花的钱有比 你补助高雄跟台南的多吗 所以我今天要讲 我觉得不能被歪楼去 而且说实在的治水很难吗 治水的最大关键 就是我觉得高雄跟台南 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县市主党 通通要打屁股的是什么事情 是你拿了那么多钱 又有十几年的时间 你竟然没有去做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在15年前台北市的污水下水道 就已经高达了80% 郝隆斌时候还换大管子 结果现在的高雄 只有50%出头 而且更惊恐的是 我在TVBS的国民大会 讲了这一点的时候 当时我还查得到高雄市水利局的资料 就我现在要再查 令人惊恐的是 该资料已被移除 然后我点进去 已经没有任何水利局的资料了 他们竟然因为被大家揭穿 他没有做地下污水道的工程 然后只是涂脂抹粉的搞一些 现在看起来功能不张的质红池 结果这个档案 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查不到了 民进党到这种程度 你要掩盖是听到什么 你再怎么掩盖 你再怎么发钱 你淹的还是淹水 那高雄是台南人 你们要被愚弄到何时呢 所以现在这个民进党 就只能叫人民闭嘴 但是却没有要检讨自己的意思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